虎哥作为娱乐圈中的单身男艺人 身边的很多艺人朋友都早已结婚生子 而他却依然是孤身艺人 所以很多的粉丝都希望他可以早已找到自己的幸福 早日结婚生子 而虎哥作为娱乐圈中的男艺人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角色 像是《仙剑奇侠传》一中的李逍遥 像是《仙剑奇侠传》三中的景片 像是《天外飞仙》中的地瓜 像是《伪装者》中的明台 像是《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虽然虎哥在事业上的发展让粉丝觉得非常的放心 但是在他的感情生活上 粉丝们可是操碎了心啊 毕竟虎哥已经不止一次在网上被嘲笑留守儿童了 因为与他一起拍戏的艺人朋友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了 像是唐嫣 杨幂 刘诗诗 霍建华 袁红 这样一看 虎哥也真的是太可怜了 曾经的是胡股市货组合也被硬生生的给拆散了 不过好在虎哥坚强 接受了这个残忍的现实 但是网络上向虎哥催婚的真的是数不胜数 后来不光是众多网友 在虎哥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 主持人就帮众多的网友向虎哥提问了这个问题 毕竟娱乐圈中这么多的明星 虎哥最想娶谁做老婆 而这时一向低调的虎哥也做出了他的回答 虽然只有三个字 但这也足以让一众粉丝都非常激动了 虎哥说的正是彭于燕 虎哥和彭于燕的缘分始于《仙剑一》 那个时候的虎哥是男主角 而彭于燕之首饰演了唐玉小宝这个角色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而现在的彭于燕也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 所以在听到虎哥这样的回答后 粉丝们在感到好笑的同时也直呼他们在一起 简直是看热闹不怕是大的节奏啊